我們正常人其實都會不開心 在街上踩到市都會不開心 老人家通常都會有一些頭暈身慶 但是如果我們帶他去看醫生 他那些不舒服 醫生都檢查不到是甚麼事情 Call me doctor 我是Dr. Cheryl Call me doctor 我是小鳥醫生 張傲 大家好 歡迎回來Call me doctor 我是家庭醫生Dr. Cheryl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作家小鳥醫生 亦是精神科專科醫生張傲 跟我們分析一下抑鬱這個病 張醫生你好 你好 Dr. Cheryl 我是精神科專科醫生張傲醫生 張醫生近年來我們很多人看新聞的時候 都會發現多了很多不幸的消息 有一些藝人甚至乎一些年紀很輕的年輕人 青少年因為抑鬱這個病而自殺 亦都提高了很多大眾對抑鬱的關注和關心 平時在診所裡面抑鬱的病人 多數是因為甚麼病症而來診所求醫 而精神科醫生又是怎樣診斷抑鬱病這個病的呢 其實我們精神科醫生 當中作出診斷 診斷一個人有抑鬱症 都是主要建基於他們的一些抑鬱的症狀 和其他的一些條件 個個都不同的 但是我可以帶給大家的 就是一些常見的抑鬱症狀 讓大家認識一下 主要的抑鬱症狀有些甚麼呢 第一可能是不開心 是很不開心 經常性不開心 由早到晚日復日年復年不開心 還有呢有些抑鬱症的病人 他會很累的 平時他可能很多精力的 現在他就很累 經常在家裡 有些人他會失去動力 平時他很喜歡行山 很喜歡放狗 很喜歡打遊戲機 但現在他不喜歡了 現在就算被他做 他完全是當中拿不到快感 有些人他會失眠 睡得不好 有些人他會胃口不好 吃得很少東西 他會瘦了很多 有些人他會開始出現一些負面的思想 譬如覺得這個世界很灰暗 未來的前景很差 覺得自己很自卑 覺得很guilty 甚至出現一些負面的想法 可能是想自殺 有些人他的工作表現 他的集中能力會差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如果遇到這樣的症狀 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有時我們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總會有一些心情低落的時間 有沒有一個期限 你不開心多過多久 你就一定要去看醫生 當然有 我們正常人其實都會不開心 在街上踩到市都會不開心 其實人有一個機制 可以令到自己開心 譬如跟男朋友 可能分手被人罵完 跟朋友玩完 跟不同的人交往完 過了一段時間 都不開心 都還是出現一些抑鬱症狀 你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你的自我調節的機制 開始出現問題 當中的剪斷是兩個禮拜 明白了 那抑鬱症 其實是否可以在不同的年齡層 都會發生 有時在小朋友 甚至乎在一些年長的老人家 都會發生抑鬱症 當然啦 小孩子大人 甚至乎一些大朋友 都會有機會出現抑鬱症狀 明白 早前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 就發表一個研究 發現香港超過16%的青少年 都出現一些精神病的症狀 當中最普遍就是抑鬱症 張醫生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一個青少年患上抑鬱症的時候 他的症狀 又是否跟我們剛才說的 一些大人的症狀是一樣的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位置 我們家長可以留意一下呢 兒童和青少年人 和大人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不可以像大人一樣 那麼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思緒 以及未必可以很清楚地表達出來 很多人呢 他們就是 純粹如果他抑鬱的時候 他講不到出來 他只是會猛 他只是在性格那裡會有轉變 平時可能謙謙君子 一個乖乖仔 但是呢 抑鬱的時候他很吵 他經常會罵人 平時他不是這樣的 那麼也都有一些小朋友呢 他會出現一些生理上的症狀 有些可能會 周身不舒服 頭痛頭暈 有些可能會睡得不好 有些會吃得不好 如果家長來計 或者身邊的老師來計 可以從這些比較客觀一點 生理上的症狀 或者性格上的轉變 來看這個小朋友 究竟有沒有機會出現一些情緒的問題 明白 那家長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小朋友突然之間 情緒大變 又或者學業成績很倒退的話 就可以留意一下 他有沒有一些不開心 或者抑鬱的症狀 那除了小朋友之外 一些成年人 甚至乎一些年長的長者 都可以出現一些抑鬱的症狀 但是呢 有時候他們的表徵 不一定像大人一樣 很明顯地告訴你 我不開心 早前呢 我在家庭醫學的門診 遇到一個這樣的個案 有一位六十多歲的男士 他來到診所 就覺得自己的記憶力差了很多 擔心自己患上認知障礙症 但是經過一輪的診症之後 發現原來他是患上了抑鬱症 令到他的記憶力和集中力大大下降 張醫生在你的診所裡 多不多遇到一些這樣的個案呢 當然有 比較年長的一些大朋友 或者一些長者 他們其實都會出現一些抑鬱的情況 第一 你知道老年人 他有一個架子 有一個面子 他不會隨便跟他身邊的人 他的子女去說 他不想別人擔心 他不想別人 是他的負慮 但是呢 有一些位置 我們可以留意得到的 譬如說是什麼呢 剛才你所說的 可能記憶力集中力差了 懷疑他會否認知障礙呢 或者更加明顯的 更加常見就是睡得差 胃後差 這些是騙不到人的 那我們如果看到 老人家出現了這些情況 我們都應該留意一下 另外一件事 老人家通常都會有一些頭暈身慶 但是如果我們帶他去看醫生 他那些不舒服 醫生都檢查不到是什麼事情 我們可能要懷疑 他會否其實是有一些情緒上的問題 要注意一下呢 明白 剛才我們說到這麼多 關於抑鬱症 可以發生在不同的年齡層 在治療方面 治療不同年齡的抑鬱症患者 我們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治療方法 治療抑鬱症呢 其實無論是小朋友 大人或者比較年長的大朋友 都大同小異 輕正一點的 而他的認知能力 又配合得到的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 認知行為治療 或者心理治療 或者一些基本的輔導工作 如果再嚴重一點 我們會考慮開藥 包括一些俗稱 血清素的抗抑鬱症 或者除了血清素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抗鬱症 抗鬱症 不同機制的抗鬱症 可以幫到 一隻不行 可以轉另一隻 或者加另一隻 隨著時代的發展 亦都有一些新小小的 治療抑鬱症的方法 譬如好像是 腦磁劑 譬如好像是 噴鼻式的抗鬱鬱症 這些都是一些選擇 至於小朋友和老人家 他們治療抑鬱症的方向 會不會有些不同呢 老人家的話 可能的劑量 我們會減一半 少一點 因為一般他們的肝腎 不需要 或者做不到一個 那麼大的負荷 小朋友來說 其實治療抗抑鬱症 的藥物之中 不是那麼多是 FDA approved 所以選擇方面 亦都比大人少些 明白了 那無論是長者 大人 又或者小朋友 如果出現抑鬱症狀的時候 一定要積極求醫 不要諱疾的醫 因為抑鬱是有得醫的 不是一個世界沒藥來的 那麼張醫生 我知道在你那本新書 都有講到一些治療抑鬱症病人的 一些案例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可以了 我相信你說的就是這一本 有一世紀精神病院工作十六 當中抑鬱症都有他的案例 譬如就是一個女孩子 我記得 她一直以來 從老公結婚之後 她的受孕過程都相當是曲折 做了不同的方法 包括人工受孕 但是家人 甚至乎是她的先生 和她的家人都不太了解 很多這些壓力堆積而來 令到她產生了一些抑鬱症狀 我們這一本書 就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案例 可以等不同的人 社會的普羅大眾 病人和他的照顧者 更加了解不同各樣的精神疾病 亦都可以了解到醫生在精神病院裡面的工作 大家就可以少一點的恐懼 萬一出現問題之後 亦都可以多一點了解 沒錯 真是認識多一點 就可以放下我們很多的誤解和偏見 希望都可以緩醒大眾對於精神健康的關注 以及給多一點愛心 一班的精神病患者 今天很多謝精神科醫生張傲 和我們作出這麼多的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想緊貼最新最齊的生活消息資訊 立刻下載 etnet財經生活app 或者上etnet.com.hk看吧